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个自我介绍 本人出生于农民家庭 从小就不想过父母那种面朝黄土被超天的生活 一直就存在着一个梦想 想改变家族的命运 过上富人的生活 作为60后的我 那时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才能出人头地 86年高中毕业 应届大学没有考上 又补习了一年 还是没有考上 在和父母软磨用炮当中 又补习了一年 结果还是没有考上 连续三年的大学漏 后来去了化工厂 当了技术厂长 雪糕厂长长 再后来就做起了小商小贩 那么在2000年 进入了一家国外公司 听老师讲课 说产品可以缩短中间缓解 不层层加价 到消费者手里便宜 就进入了这家大家都知道的公司 一做就是九年 在我2009年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很多伙伴问我 为什么不做了 是做不下去了吗 我说不是做不下去了 而是做不上去了 你们要想成为我的现在 那太难了 经过慎重的思考 我就离开了这家公司 先后又去了几家国内的公司 也都不理想 在2015年的时候 又被朋友拉进了外边的 各类的金融类的项目 被不找人也能赚钱所吸引 一发而不可收 面对层出不穷的 百花齐放的各类的项目 眼花缭乱 各种投机 各种坑 以为能够天上掉馅饼 结果全是陷阱 对于我自认为很善良 我也很正直的我 怎么能去做那类 既有经济风险 又存在人格风险的事呢 我开始了深思 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好的平台 来继续实现 我曾经没有实现的梦想 开始怀疑人生了 对什么都不相信了 什么辛苦一阵子 享受一辈子 什么修成管道 财富自由 我认为都是假话 在2018年的12月份 我的一个朋友和我提起了爱多美 他说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给你微信里发的资料啊 这个爱多美应该能挺好 我当时是不屑一顾的 因为项目太多 没时间看这些烂七八糟的事 没有真的 都是包装的非常好的 根本不感兴趣 那么再一次出差 从浦东机场到洪潇机场的大巴上 看了爱多美的资料 20分钟产生好奇 每过两个小时就决定 如果真是他说的这样 这个事是值得了解的 所以从那天开始 就开始搜集各类 关于爱多美的资料 文字版的 视频版的 只要是有时间 就去看 对他的大众精品的理念 和他的运营模式 更加的相信和认可了 这个时候 我的重点是 继续找资料 看视频 几乎把能找到的资料 和董事长的视频 全部都看了一遍 越看越觉得 这家公司 就是我要找的 首先就是大众精品的理念 我们在正常消费的时候 有一个观念 叫做好货不便宜 便宜没好货 你要想买到便宜的东西 那你就不会有好货 那你要想买到好货 就需要花贵的钱 那么爱多美 他的大众精品 解释一下 什么叫大众精品 就是老百姓 能买得起的好东西 它符合了人性 而且颠覆了人们的消费观念 好货就可以便宜买 优良的品质 超值的价格 这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 没有遇到的 还有就是没有门槛 免费注册 没有什么报单费 业绩维持费等等 它还有超高的回购率 什么叫回购率 就叫回头客 产品一定是招而喜欢和认可 才有这么样一个超高的回头客 每年的营业额 还以两位数的数字在递增 行销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包括了美国 日本 加拿大 中国的台湾 它是一个跨国性的企业 另外它又符合我们当今的趋势 网上购物 非接触式销售模式 还有就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其实就是老板的文化 董事长的文化 董事长是有信仰的 他崇尚的是正直善良 叫正善上略 在私讯里提到的 真爱灵魂 经营梦想 坚定信念 谦卑服务 首先就是要爱惜自己 企业不会把经营者 当成企业的赚钱工具 还说到 让我们把爱多美平台 当成赚钱的工具 又提到了小孩哲学 而不是小牛哲学 董事长的均衡人生的规划里 视频里头 我看了至少十遍以上 他讲到了启动梦想 均衡的人生规划 人生应该有目标 有规划 要把你的梦想说出来 言在先 要想象你未来 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非常喜欢吸引力法则 我觉得我们董事长 就是在利用吸引力法则 让他有了今天的成就 他告诉我们 人必须要有梦想 必须要有我们 未来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清晰地刻画在脑子里 设计好我们自己的人生蓝图 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 相信它一定能实现 一定要相信看不见的 要言在先 把我们想要的 未来的生活 向周围人说出来 观想出我们未来生活 已经实现了的那个样子 董事长在创业之初 一张A4纸 一辆二手车 十七个会员 都是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董事长就敢跟他们去讲 爱多美未来的宏伟蓝图 说你们如果做到最高之际 我会给你们意想不到的待遇 而且他在讲 均衡的人生视频里 让我感受了 他不是一个光让我们赚钱 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 还让我们注重健康 让我们有慈爱的心态 让我们去捐赠奉献爱心 让我们有说走就走的旅游 让我们顾及到家庭 孝顺父母 只有这样才叫均衡的人生 才叫成功的人生 告诉我们 对顾客要进行谦卑的服务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 等等这一切 我觉得和这样一家 有温度的公司 有爱心 有信仰的老板合作 还是非常值得的 很幸运的 我很快就下了决心 就做爱多美了 那个时候 还听不到公司官方的声音 我们一直在打听 有没有小道消息 也打听不到准确的消息 听某些领导人说 可能要在2019年的3月份 或4月份来到中国 我们就做来中国之前的 所有的准备 心里想 一旦进入中国 将会颠覆整个行业 每天都在兴奋地学习 和伙伴们进行交流 2019年的3月份 没有来到中国 消息不准确 后来说到6月份 也没来中国 消息照样不准确 12月份 还没来中国 2020年马上就到了 还没有官方发出准确的消息 一直在等待当中 大家也能想象到 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 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 复杂的情绪啊 也焦躁过 迷茫过 到底能不能来中国了 现在回忆起来 从2018年的12月份 到2020年的7月10号 商城开业 足足等待了19个月 在这19个月当中 我们没有任何收入的 还需要养家糊口 而且外面的诱惑还很多 因为我接触的人比较多 经常接到他们的电话 跟我谈起各类诱人的项目 我都蜿蜒谢绝了 好多人比较纳闷 打电话问我 说高哥啊 在做啥呢 做爱多美啊 挣多少钱了 还没开业呢 哥呀 都啥年代了 还是玩产品啊 现在都是区块链年代了 你也不是没有经历的外行人呢 怎么还能走上回头路了呢 在他们的观念当中 就觉得爱多美不如 现在外面的流行性的项目赚钱 我会告诉他 他不是产品盘 他是一个购物平台 我们不是卖货的 不押货 不囤货 也不用送货 就是一个电商平台 大家在这个平台 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的产品 我做这个项目 心里比较安稳 比较踏实 不伤人脉 所以我必须一直坚守 等待 就在这19个月的等待当中 我惊住了外面的各种诱惑 耐得住了各种寂寞 我们每天的话题 都是爱多美 都是围绕着产品展开 当时商城没有开业 我们是没有收入的 一年多没有收入 也真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记得那时候 我家离工作室有30公里的距离 只要是不出差下市场 我每天都要去工作室的 风雨不悟 为了赚点开车的油钱 我申请了滴答打车的车主 每天能接一单 可以能把来回的油钱补贴一下 尽量节省一下费用 中国还没开始 那时候我们讲的成功人的故事 也都是国外的 产品是代购过来的 不像现在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讲 我们身边的成功人的故事了 那时候也是 就是因为有梦想支撑着我们 没有新朋友来了解爱多美 我们这些老朋友就开始放大梦想 想象着 未来爱多美要在中国开印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我们会拿到什么样的结果 越想越兴奋 就这样 坚持到了2020年的4月1号 商城开始注册了 2020年的7月10号 商城正式开业了 可以购物了 开业之后 喜忧惨罢 喜的是终于在中国落地了 忧的是 好多人对中国的特殊的模式 有很多的不理解 那么我们又重新开始 以产品为中心 讲解中国的爱多美 安抚和解释 在中国的爱多美的未来发展前景 告诉他们 现在难做 但未来越来越好做的生意 即使现在难做 你都要做 现在好做 未来一定是越来越难做的事 现在多好做 你都尽量不要去做 预示着 你要换平台了 有一句话说的好 能够累积才是多 不用从来才是快 在选择上 我们看的不是难不难 而是对不对 赚钱上 不是追求的快不快 而是久不久 稳不稳 2020年7月份开业 在规划的时间内 完成了资深营销经历 并成为爱多美领导人 俱乐部的第一批成员 今年的5月份 做到了营销总监的级别 大家说这19个月的等待 和经历的各种困难 值不值呢 是非常值得的 还有让我比较欣慰的是 我直接服务的四个人 一个已经比我先做到了总监 两个做到了资深经历 还有一个做到了高级营销经历 都是我多年的朋友 其中有一个 大家都把他叫做四哥 他曾经在外面资金盘项目 各种投资 屡战屡败 让他说的一句话 就是把信用卡都刷得直冒活性子 负债累累 几张信用卡都是负数 为了还信用卡 拆东墙补西墙 最后没墙了 他就拿自家的房子贷款 来还信用卡 差点得了抑郁症 接触爱多美 全力以赴 周围已经没有人脉了 他就在网上 与陌生人沟通 讲解大众精品的爱多美 在开业不到半年的时候 我俩聊天和我说了一句话 大哥 这期再开支 我就能凑够六万 就能把我的房照 抽回来了 他的房照已经拿去 做抵押贷款了 终于能把房子赎回来了 在他的嘴里 每天全是感恩 感谢领导人 感谢公司 满嘴都是感恩的话 爱多美 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保住了他的家庭 保住了他的婚姻 通过爱多美 他能有今天的逆袭 我心里是最欣慰的 在村节的时候 他买了一台 十四万块钱的车 我的另一个朋友 跟随我二十多年 我做啥 他跟着做啥 今年的年初 也买了一台填籁轿车 还有很多人 也是闲鱼翻身了 再和大家说个故事 我有两个同学 从来不跟我做 任何我做的事 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很好 也有自己的生意 有一天我和我们几个同学 小聚了一下 发现他们由于疫情的原因 和现在很多经济 全部下滑 受到的一些影响 他们开始刷信用卡了 原来过得很好 现在开始过欠账的生活了 能欠到什么程度 具体还能欠多少 什么时候他们能翻身 这咱不知道 但是我能相信 我和我带进爱多美的 这些朋友 却在开始还账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一切的成就 源于我选对的平台 我下一个目标 就是高级总监 2023年末 完成首席总监 带领更多不甘心的伙伴们 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和伙伴们一直在说 有今天的成绩 不是我多有能力 我做其他的平台也这么努力 但没有我想要的结果 今天我选择了爱多美 能够有了第一步的一个成功 绝对不是我个人能力 是平台成就了我 所以选择大于努力 做生意 选项目 做企业 常说的一句话 叫 得民心者 得天下 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源于爱多美的物美价廉的产品 能够累积这么多消费群体 不是我有多会说 而是爱多美的产品 帮我们锁定了顾客 因为产品会说话 爱多美是符合经济逻辑的 我想问大家 今天你即使不做爱多美 你愿不愿意用爱多美的产品呢 我以前做的那几家公司 都是经营哲理找消费者 一旦这个人不做了 产品他就不用了 而且都是圈内的人消费 出不了本公司的经营者们来去消费 在自己的圈内的人都都转转 出不了圈 都是内循环 而今天的爱多美 由于是大众精品的战略 物美价廉 性价比极高 又是生活的必需品 亲民的价格 能够自然的 情愿的 重复的消费 无论是不是爱多美的经营者 都能来消费 可以让圈外的人来消费 跳出了这个圈子 外面的财富 才能够进入这个圈层 不只是内循环 还有外循环 这样就不会出现难民 今天线上的朋友 尤其是第一次来的朋友 如果爱多美真的像我阐塑的这样 免费注册 下载个APP在自己的手机上 然后去买货 物流给你送到家 想买啥就买啥 早上买 晚上买都可以 买多买少都可以 你买到的都是精品 物美价廉 天然环保 安全无害 并且有完善的退货制度 你想这样的产品 会不会进千价万户 回答一定是肯定的 但是你又想没想到 你周围的亲朋好友 他们也会用爱多美啊 甚至会喜欢上爱多美啊 他们会不会也有爱多美的朋友啊 今天你不去和他讲 会不会有其他的人去和他讲呢 将来他家的所有的爱多美的消费 是不是跟我们没有一点链接了 现在是消费致富的年代 是轻资产创业的年代 是不投资 也可以赚大钱的年代 希望今天第一次 接触爱多美的朋友 还在犹豫的老朋友 改变一下我们的观念 抱着一个好奇的心 拿出时间和精力 详细地了解一下爱多美 我以前经常和伙伴们去说 不要和平台谈恋爱 因为会让你受伤害 那么今天做爱多美 我又反复和伙伴们去说 要和爱多美谈恋爱 因为需要时间 从相识到相知 最后一定会达到相爱 因为爱多美太值得去了解了 表面上看 就是一个购物平台而已 越深入了解的时候 你越会爱上它 任何一个生意 都有它的黄金期 今天的爱多美 在中国才才开始 一年多的时间 最佳的进入十几点 2021年到2023年 是爱多美的扩展期 2024年就是爆发期 那么在这样一个 风口浪尖上 跟着公司乘势而上 平台一定会成就我们的 希望大家 重新燃起 我们曾经没有实现的梦想 走进我们的成功系统 董事长说过 没有希望的时候 唯一的希望 就是燃起希望 回头看一下我的人生 也正式经历了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敝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在我人生处于低谷的时候 迷茫的时候 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望尽天涯路 一代建宽 终不悔 唯一消德人憔悴 仍然怀揣着梦想 累了 瘦了 也不断地寻找方向 和坚守 未曾实现的梦想 最后 终于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 却在灯火 阑珊处 终于 遇到了艾多美 有了我 和我的伙伴们 阶段性的成功 决定我们一生的 有时 不是我们的能力 是我们的选择 和苦苦的追求 最后 用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结束我今天的分享 圆归 为什么可以画圆 因为脚在走 心没变 有些人 为什么不能圆梦 因为心没定 脚还不动 定心定位 才能定江山 也有很多人爱说 我自己很忙 但 多么忙不重要 忙什么 才重要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感谢ision